肺炎疫情持续燃烧 台电东部发电厂厂长李崇一行人 前往秀林乡公所捐赠防疫物资 由乡长王玫瑰代表接受也回赠感谢状 王玫瑰他很感谢台电协助部落抗疫之外 也希望乡亲可以一起来强化基层的防疫 秀林乡长王玫瑰表示 新冠肺炎本土疫情持续升温 确诊人数不断攀升 为了关怀秀林乡的乡名 台电东部发电厂 花东供电区营运处 以及花林区营业处 共同出值购买大批的防疫物资 分别有酒精口罩160额 在这里我要代表我们秀林乡的乡亲 至上最深的谢意 我想秀林乡在4月就开始爆发 确诊的疫情 其实在当下的开始 谢意乡公所就成立了我们所谓的防疫应变小组 针对我们确诊者家庭 我们有做关怀 护送物资的一些工作 除此之外我们也成立了 我们的清销的一个工作团队 也针对确诊家庭做清销的工作 以及公共场域的清销工作 那我们也配合花林县政府 所有资讯平台的服务 以及快赛站的成立 那我想这样的一些工作 其实我们主要就是希望我们的乡民 不要因为疫情活在恐惧中 那事实的我们的乡政也能够在这个过程里面 能够协助他们生活上的一些困境 我想大家都知道秀林乡 原乡经济上面反而就是比较困苦 一当他们确诊或矿裂时 都没有办法工作 也没有办法出去买东西 所以在生活的物资上面是急迫的非常需要 那当然防疫的物资 像台电今天送了口罩 以及我们的酒精 我想这是都非常非常的实用 我们电厂一些电力设施 很多周是在秀林乡 那我们也有很多同事的话也都是秀林乡的乡民 那我们感受到就是 这一次的疫情的话相当严峻 所以说我们这一次的话 特级邀请花莲在地的三个台电的单位 除了我们东部化电厂之外 还有花莲区处 当然李处长也有来到现场 还有那花东工电区复处的一个黄经理 邀请三个单位一起来共乡 就是尽一份联薄之力的话 捐献一些防疫物资 那这些防疫物资来讲的话 口罩还有酒精的话都是蛮实用的 那我也希望说提供我们秀林乡的乡民 能够做好防疫 能够平安健康 常常李仲益处长李淑芬经理黄世昌 林峰林表示 自疫情爆发以来 秀林乡共所接级防疫令人相当的感动 因此出资购买防疫物资协助乡亲 也为所有第一线防疫人员提供坚强的后盾 并且感谢乡长王玫瑰 长期对台电的支持及协助 优优独摆